因为现在这个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事情一直在演进跟发展当中 所以这场拜席会呢 基本上也会 大家都认为啦 拜登一直很想要这场拜席会 因为他希望展现他 能够跟中方对话这样的一个能力 特别是他是当东道主嘛 在他们家举办APAC 但是另一个层面上头 大家想要看更多的实质的话 您刚好特别提到了 是必须要先看何立峰这次谈的怎么样 那何立峰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 所有的包括了财经委员会啊 或者是说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啊 这边他已经全部都抓了嘛 就全部都交接给他了 还有第二个刘鹤 对 第二个刘鹤 那您怎么样来看 因为现在也看到了大陆这一边 他们开始有一些动作 包括说呢 其实我们上次有看到一个数字 是8月之后 他们的美债持续在减持 然后现在呢 他们的外汇存底也是连三降 然后黄金在增持 那之后呢 也看到了美债 他们的状况不是太好 包括他们的这个债务利息 一年就超过了1兆美元 这账面上就不好看 那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谈上面 叶伦他有没有可能会 但这样讲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实权 不因为叶伦并不能决定科技制裁啊 对他也没有太多实权 本来就是啊 那何立峰这边他有没有办法就是 有再要到一些 何立峰是全面都有权啊 他被授权了 是 所以我才说何立峰不太可能只见叶伦嘛 因为中国要的项目叶伦没有办法承诺啊 嗯 那你就后续上面有可能他 不过叶伦管的只有财政嘛 对 金融嘛 美债嘛 对不对 美债是金融的一环嘛 嗯 那他当然想要知道 中国大陆的汇率政策的走向啊 是 那人民币会继续贬值 是 那里面是不是有更多的财政刺激政策等等 这些他会跟何立峰沟通啊 嗯 可是你这个都没有touch到 何立峰要的东西了 对 因为这个是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嘛 对 这个就是 美国希望中国推出更多财政刺激嘛 嗯 你中国经济好一点我对我美国也好嘛 嗯 那美债拜托再多买一点嘛 一定是这样嘛 那我要知道你的汇率政策啊 嗯 你人民币不能一直扁啊 你要强化一点嘛 嗯 那 这个 所以 那这里面有一些政策也互相矛盾啊 嗯 因为中国大陆如果也要强化人民币 那就要卖美债啊 对啊 不是这样吗 对啊 那就是要买进人民币嘛 不是吗 对啊 所以 我觉得中国大陆不是很在乎这个问题 嗯 因为对他来讲 财政 汇率 美债 这个他完全可以自己控制啊 不是他主要 需要跟你谈 我哪有需要跟你谈 对不对 嗯 我这个我自己就可以处理了 嗯 对不对 他要的是 你科技制裁要减少 嗯 那让我们的科技业 可以缓一缓嘛 至少他接下来可以有 比较明显的营收嘛 嗯 那 其他我觉得问题都不是那么大啦 那你怎么 比如说要采购一点玉米啊 采购一点大豆 我今天有看到买大豆了 买了十船 不我知道嘛 这个就是 不因为他那个 他去爱打猴嘛 对 那当然多少 他听说下了备忘录大概有数十亿啊 美元啊 嗯 那美国那个中粮集团去了嘛 嗯 还有中杂粮吧 那这主要就是大豆啦 因为中国人吃猪肉嘛 又吃豆浆啊 豆腐啊 嗯 所以大陆本来就 大豆的需求量本来就非常高 是 不过你可以看到最近 两几个月 玉米美国已经是零了 他都转到巴西去了 巴西去了 Cassion 对 因为他盛财 盛财 巴西的玉米大丰收嘛 嗯 所以 可是美国的大豆真的品质比较好 这是事实啦 所以我估计 这次他多少就是大豆会买一些 嗯 可是这个对中国来讲 这是小议题 因为他本来就该买的嘛 那这是钱要下在哪里而已嘛 所以我认为 他们要解决的还是一些 因为如果是习这个最高层级 他一定还是要有一些 中国想要得到了突破的项目 嗯 所以这回不要可能所在的是外交上面 就是在我们区域问题上面 区域问题我觉得 光是以那个加萨就谈不完了 就谈不完了 现在台湾问题你也很难干嘛 台湾问题就是表态一下啊 还是要喊一下 那个就是 诚意上的还是要喊一下啊 是不是 那但是呢 现在其实 在美方这边很想要就是一个军事对话嘛 那您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人还没有出来 我认为中国不及这个议题 不及 因为中国发现 如果到印尼这边来开会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有人先跟他谈吗 因为他现在希望的是 你至少有一个人先跟我谈 我觉得他看 大家都这样评判 他看纯就是 张佑霞在相会上头 好像就是一个 类似防长这样的位置来代表谈话 当然他的军阶是比防长更高 但是呢他希望能够有一个人跟他对话 你觉得中方这边会派一个人先来跟他对话 还是就 不 这个牵涉到 中国认为这种军方的对话 是否有助于他现在认为 比较重要的军事议题嘛 因为美国的抵径侦察 我说侦察机啦 那各种军演啊 以前都是有对话的 有对话反而更严重 我自从没有对话之后 我跟你讲 美国侦察机的抵径侦察 去年是1400次 那前年将近2000次 对不起 去年跟前年都有对话 没有用 那今年到现在为止 因为还没有统计出来 可是有人说至少减掉500次 这么多 没有对话 而且中国大陆开始直接反制嘛 你来我就跟嘛 或者做出一些驱离的动作也有 那风险你自负啊 那美国军 美军就会开始紧张啊 他就减少他来的次数啊 所以有对话 并无助于你不断的来我的周边做刺探 或者演习的行动啊 而没有对话 你反而不敢来啊 比如说9月那个黄海演习 那个就已经在北京300多公里的附近了 那中国大陆非常生气啊 结果就在他演习的下面 弄个演习嘛 结果美国那个黄海演习跟韩国 草草结束 就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请问是哪一个有效啊 那为什么中方现在愿意跟他 比如说军控对话啦 海事对话啦 那个是有条约的啦 那你还是条约的成员啊 可是都颇有结果啦 所以就规矩上面按照这个部分 那个只是因为有条约 所以我多少跟你讨论一下 可是美国要的 中国都不可能同意啦 比如说他会要求你要限量 他不可能同意的啦 或者说有哪些东西不能再做啊 而且俄罗斯刚退出啊 所以我认为非常困难 就是我军事方面是在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啦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 南海你又不是域内国家 我为什么要跟你谈 他要做南海行为准则就好了嘛 我只是说你要具体谈是什么样 比如说台湾的周边的那个安全形势的问题 中国大陆不可能跟美国谈啊 因为那是我的领土啊 我为什么要跟你谈 那南海你又不是域内国家 你拳头大就可以 就可以随便来啊 我不要跟你谈啊 我跟东南亚的国家谈啊 那一样嘛 第一岛链内的抵径侦察 我不用跟你谈啊 我用实力让你不敢来啊 就变成这样嘛 现在的军事关系有点是这样 所以美国当然会就会比较紧张嘛 因为他就发现中国大陆在划红线 那步步开始把美国以前认为他随心所欲可以做的行动啊 尤其是我们广义叫第一岛链内的行动啊 从东海到台海到南海 那美国发现现在中国都不让嘛 可是我认为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啦 就说你一个国家崛起嘛 你怎么可能继续被封在第一岛链内 这不现实嘛 第一岛链那么大 那我船 我作战舰的数量远远超过你 那我作战舰不能出去喔 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自然而然就穿过了第一岛链嘛 那自然而然他的力量就越来越大嘛 包括各种军机啦 各种导弹啦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中国大陆认为时间就是站在他那边嘛 所以我没有必要跟你谈什么军事的节制啦 或者军事的什么沟通啊 他不认为需要这样做 日本最近动作蛮多的 包括我们之前讲岸田他去了菲律宾 去了马来西亚 然后最近呢他们是9号美日韩飞 是在 我跟你讲中国大陆都理解为美国啦 全部后面都是美国嘛 因为9号10号各 菲律宾 菲律宾这边日本这边都各有一次的这个 不管是列观察员还是他们自己军演这种的 我认为他根本没有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放在眼里了 就是看美国而已嘛 你如果以后你要来玩这个游戏 我就把你当作另外一个加拿大跟澳大利 你做日本 当然呢我这样把你赶走啊 因为你不是美国嘛 你不是跟我同等级的对手 而且中国跟美国是有那种空中遭遇的一些管理规则嘛 有签嘛 对 我跟你日本又没有 而且你日本是战败国啊 我怎么可能帮你当作对手 他一定会很不客气啦我跟你讲 如果真的发生 那菲律宾就不用讲了啦 那个级别差太远了啦 你给巡逻艇又能这样 你给菲律宾五艘巡逻艇嘛 那那是什么级别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都有到一万一千吨 比那个大多 你怎么弄啊 对不对 这个就好像 我前几天就看到我们台湾那个国安局长在那边讲 说以后要派巡逻艇去太平岛 对不对 那结果我们的巡逻艇是三千吨 你三千吨能干嘛 他0555 0555就超过6千吨 那现在还要造新的 要到一万两千吨 065 你怎么弄啊 所以我是觉得 那厂牌军事这种东西 跟经济就是实力问题 你来虚张声势没有用的啦 那借一些紧张对峙或小冲突 说我们是要开启沟通对话啦 以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对不起是你来耶 你不要来就好了 你不要来就都没事啊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来 自然中国大陆也发过这个也嘛 对 他说哪有什么紧张 你不要来就好了 因为你不要来刺探我嘛 比如说西沙三不五十就飞到人家上面 很多嘛 是 那所以好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 你怎么来看澳大利亚澳洲 好原因是因为最近很多人都看到 澳中的中澳关系回暖 那反正埃班尼斯呢 现在就是见了习近平见了李强 那目前知道的是 总理年度会晤已经确定恢复了 然后呢他也邀请习近平 有空的时候来澳洲走走看看啊 那看看我们这边的状况 是不是能够这样贸易再好一点点 你怎么样来预期就是 因为日本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到有一个 像什么 日刊现代喔 还说日本有那种外交官员 笑澳洲人说 你是一手跟人家握手 一手在握拳 然后他就说 那你们自己呢 你们连跟人家握手都不会 不 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的嘛 对 然后也有AUKUS 也有QUAD 它全部都是成员 对 那中国这个事实上启动了 不 我是说 那个澳大利亚这个高峰会 跟中国这个国事访问 凸显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 即使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的 对 那我的军事跟政治跟他是 完全是竞争关系 而且他是美国的盟国 那我一样可以在经济上跟他是好朋友 只要你让我觉得你是一个严行一致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二层次了 就是 澳大利亚事实上去年5月22号上台嘛 到现在18个月 对 所以他做了很多事了 这个佐振东老师说这个是教科书级别了 就你要知道Morrison那时候已经搞到 双方是完全没有信任了 死坡理 而且动辄用呛的嘛 对不对 对 那Morrison第一个他要去改变 双方对话的这个氛围 嗯 我认为他跟黄英贤蛮努力做到了 就他发言就开始比较谨慎 嗯 比较精确 那说话算话 所以逐渐让人家觉得 你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双方就逐渐在一些 比较小的项目嘛 比如说你的大卖关税就减了啦 嗯 那我就在WTO的案子我就撤回啦 之类的 那逐渐在堆叠善意嘛 嗯 那到了一个点上 他就通过那个达尔文港 99年的租约 嗯 因为这个案子美国是反对的 是 那这个案子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 他表现出你的肩膀嘛 就是你跟美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嗯 如果是经济议题 你还可以就事论事 嗯 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大陆很欣赏 那所以中国大陆就开始 安排你来访问了 先是经贸 然后企业团 然后最后是奥巴尼斯本人 而且他选的时间是 总理访问了50周年 是 然后又刚好进博会 然后再 让你在现场做个秀嘛 龙虾啤酒跟蜂蜜 面子也很做给他第二个讲话 是啊 还让你在进博会讲话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坦白讲台湾真的要借鉴 就是说 人家澳大利亚跟中国这样 回暖的过程 人家是做了18个月 所以你去想一想 我坦白讲就是说 台湾如果 下一个领导人不管是谁啦 你要让人家 重新恢复到马英九那个时期的信任 这有多难你知道吗 超级 非常困非常困难 超级 而且现在的关系严峻 比当时要严峻多了多 我的意思就是跟你讲就是说 这大概就凸显出 因为人家也会看嘛 所以说实际上像澳大利亚这种 五眼联盟的国家 也可以跟中国发展出这样的关系 那你其他国家 比如说有一些小矛盾的 比如说越南 那算什么 越南再怎么样矛盾也没 澳洲大啊 因为他是五眼联盟 澳大利亚不可能跟美国是这种关系 我说越南有越南 那日本 日本当然跟美国是共同防御条约 菲律宾也是 可是再怎么样 你也没有澳洲严重吧 因为澳洲跟美国也有共同防御条约 而且他要是安格拉萨克森 对不对 那参加各式各样的协防组织 情报互换 对啊 那个五眼嘛 AUKUS 要做那个 四方矿 对不对 核动一潜艇 你日本好歹就是一个防御条约而已嘛 相对于澳大利亚矛盾哪有那么大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一定是可以谈的嘛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会对 因为澳洲还不是亚洲国家 还是大洋洲国家 是 那亚洲国家看在眼里嘛 就是说连这样的一个国家都可以 搞到这个层次 那当然四方效应最大的一定是英国 这个苏纳克只要他的政权不要垮台 那英国也可以去想 因为他的情况跟澳大利亚非常像 也是五眼嘛 对 而且坦白讲你离我那么远 我们也不可能打仗啊 我家门口也不在你家门口 距离太远了嘛 可是他现在跟日本也好上啦 对嘛 这个中国大陆不会去管你这个啦 安全是安全 经济是经济 我们可以分开谈 中国中国大陆不会去管你跟谁交往 不会啦 他只会针对说 你跟他交往 要联合对付我 那这个当然有意见嘛 那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澳大利亚就变成一个 新的典范嘛 就是他是五眼联盟 那过去的关系是这么糟糕 让他可以拉回到今天这个温度 那其他国家你要不要走这条路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中国大陆也告诉大家 我是这样子在看待这件事情的 对对对对对 那那是一个态度嘛 对而且澳大利亚的那个 安全白批书 也明显是对中国不友善的 我记得是视为一个挑战嘛 是啊 可是我的意思说 那我还是可以跟他交往 他都已经这样说我是挑战了 我还是可以跟他交往 是啊那你其他国家紧张什么 你德国你紧张什么 你法国你在紧张什么 因为这个中欧的欧盟领导人啊 12月下个月也要去大陆这边访问 那当然啊大家就觉得说 你自己也没有交好啊你要来 那所以具体成果我们不知道 但是中澳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会是一个典范 那印尼他现在是要到这个 美国这边去访问 那因为印尼基本上跟中方 这也包括摇腕啊 然后包括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一个 合作非常多 所以美国这边其实他也是希望能够 多少再找一点朋友回来 再拉近一点点 但彼此之间这种东西的氛围都还是 小国也要 诶真的说小国 印尼也不算太小 因为他是穆斯林的人口最多国家 那他也是东盟最大的国家 对啊 那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循着这个路子 两边这样子走 那个印尼的军方有可能跟美国更多合作 现在 现在就有了嘛 那可是经济美国真的不容易使上力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地理太远了 那印尼也不是那像越南这样 有一大堆制造成品 可以卖到美国去 他的民生工业还不行 所以他现在更多的是邀请中国来投资嘛 那大部分还是针对那些提炼工业 比如他的链矿 链矿对电动车也蛮重要的 那最近几个比较大的投资都是中国大陆 所以在美国这一块应该就是 基本上离上往来 然后看看你这边在军方防务安全 所以就看起来就是不管是在 亚洲这边或是宁钢铁道大洋洲的澳洲 就是以前的那个安全美国 经济中国还会在 因为万龙会议他是发起国 所以他是不结盟国家 所以他是不可能跟美国走得太近了 但是合作还是会有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边安全 这边是经济 那两边两只手可以分开来 两只手都可以握手 两只手都可以握拳 就看你要怎么走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郭正亮老师 全球大量化每个星期四中午的12点半 邀请您准时上线在YT频道 跟我们一起来听郭正亮老师如何聊聊国际市 那等等在2点15分的时候呢 邀请大家一起到我们的新闻大白话的频道 来观赏我们新闻大白话的线上直播 再一次的谢谢郭正亮老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